《鬼灭之刃》第26集的片尾 让我们看到了登场的剧场版《无线列车片》 然而这部剧场版将会作为 《鬼灭之刃》第一季与第二季之间的过渡篇章来展开 不过《无线列车片》本身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看点 因为这次这个下弦一真的一点也不强 虽然也能得到了无惨的结 但是最终还是被炭治郎 轻松用果决神神月给干掉了 不过《无线列车片》的最后才是重口戏 因为最后上弦三会登场 并在炭治郎面前会杀掉了炎柱 直接被一窝座杀死 不过确实是一窝座中伤了炎柱 并且导致他的死亡 剧情到这里就非常的诡异了 因为《无线列车片》战斗的 虽然适合下弦一再打 但是下弦一眼梦感觉 还没有之前累的战斗男 而就算下弦一里可犯了 现在登场上弦三的确也是有点太早了 了解后面剧情的朋友 应该知道上弦三的实力 并不压于上弦二 可以说是鬼履非常强大的一个存在 那为何作者偏偏要在 现在安排上弦三登场 并且当着炭治郎的面杀掉了炎柱呢 其实自从炎柱和炭治郎 认知呼吸出现的一瞬间 就注定了炎柱的悲惨命运 因为再强的人 如果长在了主角的面前 那也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这是动漫里不变的定理 既然炭治郎身为主角 必须拥有主角光环 而炎柱大可只能当退绝 被鳄语老师给牺牲了 所以说炎柱是被炭治郎 方死的也不为过 因为后期炎柱的刀柄 按在了炭治郎的心刀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继承遗志 而从后续战斗来看 炭治郎的确是把炎柱的遗志继承了 而这时安排住死亡 也是为了后续故事的发展 因为毁灭之刃的剧情 到目前为止鬼的实力 的确有太跌面而乱 就连鬼老大鬼五十都不得不出手 亲自收拾掉所有的下嫌鬼 然而得到鬼五十青睐的下嫌异样 没能抗住炭治郎的攻击 所以这时整个剧情 急需出现实力强大的鬼 所以安排一个鬼出现 并在主角面前杀掉一个柱 这样也可以拉高上嫌鬼的实力 为之后的剧情做铺垫 而还有个原因 就是给主角和上嫌鬼里 安排一段纠葛 虽然我们都知道 炭治郎很鬼五十分道牙痒 但是炭治郎距离能空出到鬼五十的路 还很久远中间需要的战斗还很多 而没有恩怨纠葛的战斗 是很没意思的 上嫌一 上嫌二 上嫌六和鬼杀队成员 都有过一些曾经的纠葛 但作为主角更需要一段纠葛 来加重与上嫌鬼的战斗 所以此一个柱是必须的 并且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炎吃呼吸和吃吃呼吸 实在是太像了 所以炎柱烈雨吸收狼要战死 从出场的那一刻就已经定死了 谢谢大家 在此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年年型大运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